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子女 你想不想事先她生出来之前 測試到她 不是測試啊 可以screen一下她的IQ有多高呢? 我作为一个这么贵的爸爸 我觉得如果服务贵 我就不做了 如果你说便宜的 甚至哪里送的话 那我当然跟你做了 如果早点知道我当然 好说不好听 有时候你不注意你会做了一些的 比如说对于香港 就算你去公立医院那里生产 它有一些基本的screening 帮你看看 那个BB的糖氏综合症的机率有多高 比如说照一下超声波 看看颈皮会不会太厚 那由那里就其中一个指标了 如果太厚的话 马上就要抽一些细胞出来 去验一下有没有糖氏综合症 OK? 这个已经是可以叫做一种screening 然后那个父母就可以选择是否继续去怀孕 但是如果你说再精准一点就是说 我明知道她也不会有IQ问题的 但是我就想她选择一个IQ最高的 如果免费的 我一定会做的 但是怎么可能在那个胚胎里面 已经估计到她那个智商有多高? 是的 所以如果好地地你是用天然方法成人 或者说无端端你做一些介入的东西 进去抽一些东西呢 是会有风险的 就是这些就不建议 就算有人告诉你 有啊 你都不要做 因为最后会不会弄坏了呢? 就是弄坏了那个胚胎呢? 就算你说如果说那些叫唐氏女screening 都是让胚胎已经承认了比较长的时间 再用超声波去看她那个已经的形态 已经看到胚胎的形态 你才可以找到颈位去看她的颈皮 这些都是比较后期的 或者等到成胎的时候 你知道的影响没那么大 还有有时就是说 那个嬰儿的一些遗传基因 你可以是等到那个羊水的时候 里面都有些嬰儿的基因在那里来拿 你就不需要直接去 拿那个嬰儿自己本身的组织 所以呢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 如果有人是做人工受孕的 根本那个受精卵出现的时候 就不在体内的了 就已经在一个使馆里面了 那你就可以在那里 还有呢 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 你不是说呢 那个人工受孕呢 不是说真是把那些精子倒在那些卵子 到毛几毛就跟你塞下去这样搞的 就是减了之后 有得减精子的 减了之后 然后一次过有几粒 那几粒要在那里稍微养熟它一会儿 就是看它那个进展如何 才选几粒健康正常的 再擠下去那个子宫那里 所以呢 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空荡 有可能就是呢 是由你已经刚刚受精 到刚刚摆回去妈妈的子宫 中间有一段时间呢 你是可以呢 有小小地方给你抽到一些 就是有个空间给你抽到一些资讯出来 那来去再看看里面的基因会是发展成什么 那但是当然 那个技术就是这样了 现在又没有人去做呢 那好像台长你看到这个礼拜有些新的update 那这个情况呢 就当然了 那个基因技术的进展呢 就有很多东西做到 那后面有很多问题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技术本身会有什么风险呢 第二样东西就是呢 它那个道德上那个的含义是怎样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想着说 喂 如果你视频到的 是不是说那些低RQ的全部你现在不爱 还是要一些高RQ的你才知道 那慢慢就是一个优生的状况出来 现在你刚刚展示到那个画面上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英国《惠报》的新闻 它就报道一间美国的初创公司 那通常这些初创都没上市的 那初创公司搞什么呢 就已经是挑战这个问题了 那它本身有做人工受孕的 但是它同时间它再帮你做多样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样 拿了那个人工受孕的胚胎 在未将它擠下去那个 那个妈妈的子宫之前呢 就已经抽了一些细胞出来检验一下 然后由那个基因资讯上去猜一下 它的IQ是属于高还是低的那些 那其实首先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你就算同一个父母生的 几兄弟姊妹都有些 有些喜欢读书一些 有些没那么喜欢读书一些 是不是有些聰明一些 其实我们有些少许的根据是知道现在呢 那些父母的性格呢 像爸爸多一些像妈妈多一些 都是有遗传基因去看到出来的 所以你会解释到为什么 哥哥姐和弟妹妹 可能他们的活跃程度不同 伸手不同 然后样子也有像哪个多一些少一些 其实连个性格都有些少许的 都有些少许的基因因素 那更加不要说IQ了 现在甚至乎对于IQ 我们比较知道呢 是找哪一几个基因资讯 是特别容易帮我们预测到的 那现在这个公司它直接就是说 透过去掌握现在这些以有的资讯 还有在那个受精卵那里拿出基因出来的时候 就给一个预测给你 现在你有受精卵ABCDE这五个 OK 平时我就想着这五个 一次过把你妈妈的子宫都擠在那里了 然后还要看看最后哪个着床好一些就留住 着床不好的那几个就拿走了去的 这个就是正常的人工受孕的标准程序来的 但是我也听过 有些夫妇会觉得 其实这样都是杀身的 所以对于那几个最后没有被拣选的受精卵 如果去做人工受孕的时候 你会不会是杀了人呢? 那你不同道德信仰、宗教信仰的时候 就令到你有不同的那个演绎 所以我也见过有些可能信佛的一些的夫妇 他怎样都不想做人工受孕 原来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就生不了小朋友 但是现在这一阵道德讨论都没完 现在又再加多一些新东西了 就是你还可以选择智商的 现在告诉你这一粒出来比较聪明的 要不要这一粒? 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不太明白 他是在一个精虫那里选择出来的 还是在卵子里 就是两个结合之后 他还研究这一粒? 直接从受精卵的胚胎细胞那里 因为那里已经砌了后一代的DNA 因为你现在只是看爸爸或者妈妈那边都未够 而且坦白说 你怎样看你爸爸那边是精子 你怎样拆开粒精子里拿那个资讯来看? 你拆开了拿了你就破坏了 然后就没用了 是不是? 然后你发现原来这条是最聪明的 哎呀 弄烂了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更加他们做的方法就是 更加实际就是在已经结合了受精之后 那些基因资讯已经拆开了 父母基因资讯已经拆开了之后 已经在由受精卵那里 知道已经是未来那个BB的 下一代的那个DNA 就拿去那里去看的了 但是你的逻辑上 你怎样从DNA看到那个智商呢? 其实首先你就要做 其实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来的 首先他们就找一下这个DNA里面 究竟譬如说23对染色体 人的DNA卷成23对染色体 那么在这23对染色体的 哪一对里面的哪一部分里面的 哪一格里面是吻含到这个智商的资讯呢? 那他们原来找到一堆这样的基因在那里面 已经确认到一堆这些这样的 就是比较是和最后那个智商有关联 这里是讲关联而已 究竟具体这一堆这样的资讯 怎样最后直接导致你的人是聪明一点不聪明一点呢? 其实我们不清楚的 但是我们纯粹用一个关联分析 总之我们统计过上千万的人他的基因 我们就看到那些聪明的人 在这几个位置的基因就是表现成这样的了 所以反过来我们再如果看到有个人 他那个基因资讯这几个位置是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 我们就估计他多数是聪明的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给到一个机率出来的确实是 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做到 如果预测程度你可以说有多高 都去到七成至九成 就是说给你听就是这几个八成聪明的 就是会这样讲的 而这个人呢 就是这间公司台长你再找一下 他甚至乎报价给你听的了 我记得 已经有了价钱告诉你你 你肯给多少钱呢? 是去给你做这个服务的 是以五位数字美金这样去算 那不贵喔 如果这样就不贵喔 对于那些叫做有钱人家想生个聪明仔 来继承你伟大的事业那些 绝对会做的 是不是? 我们甚至乎听过有些某香港富豪 他直接叫做借肚生仔 不要说他人工受孕 借人家的肚子 来全宗接代的都有 那对他来说 用那个钱面几股的 是不是? 嗯 嗯 他在这里说 就是说 如果给他们去搞 平均那个智商是高 其他人六个point 六个point 如果平均数很高 那这些显示令他很有趣事 我看到这样 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不宁愿不自然受孕 我宁愿人工受孕 给你选择完之后 跟着生个聪明仔出来 是不是? 是 和你们都知道的 这些可以越玩越便宜的 是不是? 就是这些基因分析的东西 甚至乎 你会不会有 就是有些人会想过 走法律了呢? 喏 我们都知道的 除了你去公立医院 你可以 所以他们会有时 有特定的情况之下 帮你去抽那个 胎儿的基因 来去做进一步分析 但是如果你肯给钱去私家 就不是在受精卵阶段了 是个胎儿已经成胎的时候 你是可以跟他说 我想验一下 有没有糖氏综合症 甚至乎现在就是说 我反正拿了组织出来 可不可以扔给这间公司 和我验一下他的IQ会是多少呢? 然后最后我发觉 没有啊 那个婴儿正常啊 没有糖氏综合症啊 那你可以放心啊 但是然后你发觉 拿去这间公司 告诉你那个IQ 都是正常人而已 不够高啊 那个IQ只有130 你跟我整个 我打算下一个 整个160 我才生出来的 我一定要生爱因斯坦的 那你最后发觉 就算我不帮助这间公司 我不是做人工仇人 我是自然成人 但是我在比较后期的时候 才抽个基因出来 去拿给他验 那这件事是可以发生的 那所以其实呢 我可以说 如果有人正式把这个技术 去摆去那个市场上 卖的时候呢 你已经知道 那个叫做 简智商这件事 是变得无可避免的 而且还要成为 一个有钱人的游戏了 现在就是我会觉得 现在就是我会觉得 你中产都未必 每次都会给到这个钱出来 但是如果你说是有钱一点的 你可以说就是有权去选择 那这个国家不准 我就是送去外国那里 然后等他帮我验 台长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 香港曾几何时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持续呢 应该现在没有 在大陆那个 就是那些一孩政策 还没有完全撤销的时候 个个想选择生孩子 然后在大陆不准验 于是乎他们怎样呢 他们将那些样本 拿下来 找人手 进入液泰淡的那个手提箱那里 由深圳拿下来 然后在香港那里验 这个是前几年的事 我们也提及过 而且还要说到 你只需要抽那个妈妈的血液样本 里面就有一些BB的基因碎片在那里 就可以去验到那个BB的性别 那你就算是 那个地方你就算禁制是立例了 都有人去尝试去绕开这件事 就是你某某国家去提供这种服务 去帮你验一下那个BB的IQ高不高 你这里不给人 我就将他送出去外面去验 然后就 然后就 我找个理由就是 哎呀我不想了 这个原来我心里我知道 这个智商只有130的 得这么低 就是已经比了很多人 但是你也嫌他低 不要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这件事你会发觉很快就会发生 嗯 是啊 而且不止的 他这里轻轻提到一句 他就说 除了智商之外 高度他都可以在一个遗传的基因里看到的 不止了 刚才我不过意说了 连个性格你都可以选到 OK 究竟性格像爸爸像妈妈 你都可以选到 现在是说到 他喜欢不喜欢读书 读书是否聪明 甚至乎你说到哪一科会聪明 数学天分如何 还是那些手艺好 然后就是 就是他那个 对于有没有什么食物敏感 药物敏感 那些东西 最划算是连个性格 他都可以 就是他都可以有权去找到 这些基因的marker 这些指标 来给一个机会率给你的 就是当然对于性格来说 那个误差会大一点 OK 但是对于那些学习能力 IQ的一些 和对于那些高矮肥瘦 那个预测的精准度是高的 这样才惨 这样才能引到你去给钱买的 哦 那很快 遲些我们会有Designer Baby Super Baby出现了 那个迟迟我想都不是很迟的 就是我想真的等于那个 我上个星期说 那个新核能再复苏那么快 你念不忘 是啊 是啊 大家赚了钱 但是我没份赚 真是殷酷的 OK 但是我始終觉得就是 我们怎么证明到DNA 和它后来那个 比如说它那个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它的成就 因为你知道它讲了IQ 不等于它的成就高的 不等于它开心的 不等于它快乐的 是不是 那很简单 是不是 你弄得多厉害都好 那首先那个爸爸要生性 老爸有没有钱留给他 是不是 那对于有钱人来说 这些不是问题 是不是 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 就是我选择我下一代 我能不能够 就是比它有娃姐头 我很偷笑 是不是 那有一些的因素 你说后天因素 当然是难控制 但是作为父母 你就很知道它会面对 什么后天的因素 那你可以介入的 反而很多时候 父母你介入不了 是先天因素 是不是 所以现在似乎就是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 不是问题 我搞定 我可以帮个小孩搞定 OK 他进什么学校 群什么人 OK 我全部可以帮他安排 这样 但是现在我就要 我有一块最好的材料 就去 令他变成一个超级人类 这样 而且在这个 我会甚至有种很 可能我会觉得 比较悲哀一些的预测 我想在这个2024年出生的这一代BB 可能是最后一代没有设计过的 可能你会发觉十年后 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其实这样就 就是大家现在很好说 就是摆去哪个环境 跟着送去哪里读书 跟着呢 如果你说 现在生了一个之后 迟多几年才生第二个呢 他可能面对世界的竞争又会不同了 是啊 但是刚才你那个呢 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就是你说 尽管可以安排后天 但是后天的变化可以很特別 就是不是你预估到的嘛 你怎样预估到十年之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你怎样预估到你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还有一个例子 有些走势看到的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你对疾病的预防能力 你怎样能够从现在的基因去估到 将来你对这个疾病的免疫能力有多高呢 是啊 这里就要讲到下 就是我们一会有一节都会讲到这些东西的了 你怎样去加强那个下一代的免疫能力呢 我们是现在有了些什么研究我们会讲的 是啊 好 这节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就回来啦